摩迪和C罗之间有爱的互动 让很多球迷心碎不已 这次摩迪和C罗分别为自己的国家而战 很可惜看不到二人对决 你知道莫德里奇为什么叫摩迪吗 没了C罗的摩迪在比赛中 累到套着广告还休息 大家心疼摩迪之余 十分怀念摩迪和C罗在一起的日子 然而随着C罗加盟游吻 二人在赛场上亲密无间的样子再也不会出现了 摩迪C罗摩迪原名叫卢卡莫德里奇 隶属于皇家马德里俱乐部 在俄罗斯世界杯上 莫德里奇为祖国克罗地亚参战 前段时间刚被任命为队长 是个很厉害的中尉 莫德里奇被叫做摩迪 是因为大家觉得他像是毁魔术一样 明明个子不够高 身材不够壮 速度也不够快 却偏偏能在赛场上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 摩迪摩迪就像是球队的遥控器一样 控制着球队的节奏 灵活的双脚让对手十分头疼 一旦队友将球传给摩迪 摩迪就会很快找出合适的进攻路线 帮助队友成功铺门 摩迪和C罗的关系也很好 经常上演软媚和霸道总裁的故事 亲心抱抱举高高 还要手拿手一起跑 可惜C罗已经正式加盟游文 不可能再和摩迪一起在赛场上驰骋了 摩迪C罗克诺地亚和英格兰争夺决赛名额的时候 摩迪作为队长兼中卫 满场跑动 摩迪已经33岁了 整场比赛的剧烈运动 让摩迪在加时赛时体力不济 原本就不是很强壮的摩迪 撑到比赛结束已经很不容易了 后来摩迪累到抓紧时间 靠在场边广告牌休息一下 这一幕看得大家十分心疼 虽然摩迪还是那个经常要C罗亲亲抱抱举高高的软媚 但岁月不饶人 摩迪和C罗一样都已经步入职业生涯末期了